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养巨子花的一些技巧 尤其是在冬季 因为进入了冬季 巨子花也出现了一些黄叶 掉叶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它进行的一次大的修剪 如果不修剪的话 春天一来了 它发芽力就会降低 发芽力降低 它就会开花减少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给它进行一次大的修剪 那么具体怎么修剪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一些修剪的技巧 我们给巨子花修剪 首先一定要把里面的弱枝 或者一些病枝 先把它修剪掉 像这种它生长在植株里面 它这个比较瘦弱 而且它不会长一些新芽出来 但是它还会浪费比较多的养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里面开始修剪 将这些弱枝全部将它修剪完 像这些全部将它修剪完 这个时候大家下手又狠 有一些枯枝我们也将它修剪掉 像这些我们也将它修剪掉 那么现在我们把里面这个脑枝 弱枝修剪完之后 就是修剪上面这一部分 上面这一部分 给它修剪的原则 也是一定要优先修剪 这些弱枝脑枝 还有这些过长的枝条 这个时候大家下手必须要狠 这些枝条也将它修剪掉 这些枝条我们也将它修剪完 修剪完这些枝条非常有利于它储存一些养分 等到春天来临 它就开始长一些新的芽出来 而且长新芽会比较健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狠心修剪 剪出这种效果来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锯子花修剪完成了 只要把它放到一些正常的地方来养护 这个时候不要给它施肥 到了春天来临 它长一些新芽了 我们再给它施肥 也希望这些技巧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